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特别前往快筛试剂制造厂视察 了解产线整备情形 他指出居隔人数不断攀升 因此居隔转型势在必行 相对的快筛试剂的需求就会大增 将会协助业者提升产能强化防疫动能 欧梦孔变异病毒传播力惊人 本土确诊数连日攀升 为了确保防疫策略转型过程中 民众能以合理价格获取足量快筛试剂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特别前往快筛试剂制造厂 了解产线的整备情形 那里六台吧 总共到过会有18台 那里现阶段几台 现阶段进场有六台 那五月份五月底的时候还会再进来三台 如果五月再进来三台的话 如果再拖的话下就可以再下来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新北市每日居家隔离的人数不断攀升 居隔转型势在必行 相对的快筛试剂的需求量会大增 所以市府团队立即启动跨局处协调 协助快筛业者提升产能 希望让民众能够用更亲民的价格买到筛剂 同时感谢厂商和市府并肩作战 全力以赴对抗疫情 既然最终的是我们新北市的量 确实在订单到交货这段时间 其实交货的量还是有限 我在总统多 在你这里给我们四四十万 四四五万 那你四十万每天如果一万两万 那其实对我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帮忙 但是帮忙注意还是有限 因为我们每天最少现阶段最少要四十万 新北市金发局表示 去年因应疫情升温 快筛试剂上市前市府便积极协助厂商 解决临床实验问题 现在也将用最快速的速度 核定工厂变更登记 让厂商可以逐步扩展生产线 期盼交货量能能够紧速赶上订单量 满足大众对于快筛试剂的需求 强化防疫动能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